我是哈尔滨的居室 我的婆婆得了晚期的肺癌 相当痛苦 作为儿媳 我们非常着急 除了念佛外 还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使她减轻病痛 这是一个问题 你给她念佛很好 你问我还要给她做些什么 我就告诉你 你还要念佛 一行念佛 决定没有怀疑 劝她也一起念佛 决定能够减车痛苦 会念到纵然她的寿命到了 她往生的时候都没有痛苦 你要相信这句佛号不可思议 她还有痛苦就念佛功夫不得了 再加功 加身 功夫得了的时候 她痛苦就没有了 这个秉重 在这个临终之前 我早年在美国 华盛顿地西 美国的首都 有一位周广大巨师 实在讲 我称他周广大先生 他不识佛教徒 临终也是得了癌症 医院里面放弃治疗了 他们家人把她抬回家 抬回家的时候 一家都不信佛 从来没有记住 到这个时候 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 就找佛找道 这才开始就找 那我们那边有一个进宗学会 那他们知道了 这都是中国人吗 进宗学会有个同修 就去看他 有几个人帮他祖念 就看他 看他之后就开导他 你这个病已经到了 无法治疗了 劝他放下 跟他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 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 胡必在念着这个世界 这人很聪明 听到之后很有道理 行 你教我什么方法 我就做 三天 三天真的往生 他这三天 他痛苦没有了 他告诉他家里 全家人 你们统统给我念佛 送我往生 不要给我医治 他三天真成功 所以我们也证明 弥陀经上讲的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 所以临统善根 陷阱 你跟他讲 他就能接受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临统时候头脑清楚 他不迷惑 不昏沉 一迷惑一昏沉 谁都帮不上忙 只要他很清楚 劝他念佛 佛菩萨 温于神价值 他一定能得利益 如果他寿命 这个寿命波 还有寿命的时候 他会好 自自然然 他会好了 寿命到了 他会很安详的走了 那求生极乐世界 是无比的殊胜 啊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